1878年 左宗汉统带的清朝西战军 如秋风扫落月般 横扫阿古柏侵略势力 新疆大步光复 下一个战略目标 是收回沙皇俄国军队窃居的伊犁河谷 当初沙俄宣称 代清军守卫伊犁 只要清军消灭阿古柏 沙俄军既归还伊犁 现在阿古柏业已覆灭 这伊犁他们还了吗 当然没有 沙俄还决定还个好价钱 为解决伊犁问题 清政府派利布施兰 完颜从后初死沙俄 因为当时通信联络不发达 清廷给以从后的名头是 头等权权大使 还给了从后便宜行事之权 从后则定好了初行计划 走海路 经西欧前往沙皇俄国谈判 汉林院士长张佩伦听闻后 给朝廷上书 建议收回从后的权权大使名号 理由是 要针对伊犁进行谈判 那么初死之人 必定要先了解伊犁 从后如果走陆路 去到新疆前往沙俄 一则可以亲自探知新疆的真实局势 二则可以听取一线统帅 走中坛的建议和看法 现在走海路固然舒适 但等于没有调查 就算谈判多 结果将会是 修无定见而巨岛不测之地 将一位千救护一魔人两端护 新政府没有听从 1879年 在沙俄谈判的从后 给总理衙门发来了沙俄方面 归还伊犁的条件 总理衙门一看 这条件怎么可能答应呢 赶紧给从后回信 只是万不可答应 但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了 从后已经获知了总理衙门的指示 却仍然发来了最新报告 报告中说 自己动身前往克里米亚 将在那里和沙俄方面签字化鸭 把条约议定好 而且说 化完鸭 我就沉床回国复命 1879年10月2日 完颜从后在克里米亚半岛 上次签订中俄交授伊犁条约 清庭正东 一时国内顶飞 那么从后条约里 到底是一些什么上前路过的条件呢 要说明白这个 我们必须先来看看伊犁的地理台词 在清朝的鼎盛时期 伊犁是整个新疆的中心 伊犁将军 是清庭在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 为何清庭要把伊犁 选为统治新疆的核心呢 这和伊犁独特的地理优势分不开 新疆虽大 但由于气候的原因 许多地方为环境恶劣的戈壁沙漠 并不适宜生产和居住 比如 别边有准戈尔盆地 南边有塔里木盆地 西边大片是较为荒凉的游牧地带 东边也有系列戈壁 水汁岩的限制 迫使人们聚集在 以天山山脉为核心的山路地带 但伊犁是个绝美的例外 伊犁是新疆水汁岩最为丰富的地区 伊犁北面 是由波罗科努山等山脉组成的北天山 伊犁南面是南天山 北天山和南天山在东面彼合 形成了一个地势西低洞高 且向西面开口的喇叭形谷地 从北面而来的西伯利亚寒流 被北天山所阻挡 南面塔克拉玛干沙漠酷热的冈风 被南天山阻挡 而从大西洋和地中海所来的暖湿气流 一路向东 几乎毫无阻碍地抵达伊犁 由于伊犁河谷西低东高 地势逐渐增高 山脉又在东面形成闭合 暖湿气流逐渐抬升 在抬升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丰富的降水 配合雪山龙雪 分配的水质岩向谷地汇聚 古乃斯河 喀什河 特克斯河等众多河流 汇聚成一条奔腾向西的大河 伊犁河 这里就是被称为塞外江南的伊犁河谷 在中亚政办 掌握水原则将具备无可撼动的天然优势 游水意味着可以生产粮食 可以放牧战马 意味着将有不断生息繁衍的人口技术 试想你在戈壁沙漠风吹日赛 行将脱水 我在伊犁河谷跟踪放牧 游泳钓鱼 你拿什么和我打 好都耗死你了 上帝说 房市多的还要给他 叫他多多一战 伊犁已经如此复述 可偏偏 他又具备了天然的战略屏战 敌人若从西边进攻 要先跨越戈壁沙漠 天山雄丽南北 敌人的进攻只能沿着几条险峻的山道展开 至于东边的广袤山峰 在古代更是不可跨越的死亡地带 所以当初康熙乾隆 具全国之力 千难万难也要歼灭准戈尔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准戈尔占据了伊犁河谷 清政府统治者明白 不彻底拿下伊犁 准戈尔势力必然又将再度崛起 消灭准戈尔后 清政府也毫无意外地选中伊犁河谷 作为统治全江的核心 清朝在伊犁河谷设立汇远城等九座城池 致伊犁将军 前官兵永久住房屯田 从当时的伊犁河谷出发 西可持城至巴尔喀什湖 北京果汁沟山道可达塔城 向东可达乌鲁木齐巴里昆哈密 向南京夏特古道和乌孙古道 可便捷穿越天山抵达南疆 直通喀什嘎尔河田 那么形成的战略隔绩就是 伊犁将军用重兵居全江中心 掌握水源和粮食 无论新疆哪个角落有事 则出兵以原四方 如果敌人实力太过强大 则可以凭据天险聚首 等待中央政府的援军 随着近代以来 新疆版图已经发生了变化 不过伊犁仍然是战略重低 那么从后与萨尔签订的 归还伊犁条约 究竟是一些什么条件呢 条款很多 概括来讲 有领土 赔款和通商三项 我们挑主要的来讲 领土方面 涉及到伊犁 塔城和喀什嘎尔山处地方 这里我们只讲伊犁方向 条约规定 沙尔归还伊犁河谷 但是霍尔国斯河以西 以及特克斯河流域 两块土地归沙尔 蜻蜓认为 这样还 看起来是还的 实际上是没还 霍尔国斯河以西土地隔去 伊犁九城顿时成为边城 毫无战备缓冲区 特克斯河流域土地被割去 那么沙尔就隔断了 通往南疆的战略通道 伊犁河谷顿时成为沙尔 高峰之下的孤立之地 沙尔想什么时候吃 就什么时候吃 对于清军的影响 也是巨大的 因为清军再也无法通过 这几条古道 经伊犁河谷 沟通南北疆了 清军的防线 将被迫分散成一个 极度弯曲的弧形 沙尔部队距伊犁 如果南下打南疆 北疆清军救援不提 沙尔军如果打北疆 南疆清军更无法救援 沙尔部队落出 金河巫苏之地 侮辱木齐 那么南疆将被完全隔断 枯旋塞外 届时沙尔军再从伊犁 塔斯干两路合击 由于这实实在在的威胁 清军将不得不继续 在天山南北不知重兵 原定的修身养息计划 无法实现 我们在上集和中集中讲过 如果这样做 清军军费将日重一日 之至无法负担 这是领土方面 接下来是赔款 条约上说 因为沙尔帮助清政府 守了约十年的伊犁 劳苦功高 还耗费了许多钱财 所以清政府必须补偿 补偿多少呢 500万颅部 折合当时白银 约280万两 其实 沙尔斯在伊犁 收了十年的税 还占去了许多伊犁的产业 最后是系列通商条款 主要有 一 俄国商人在天山南北贸易 不纳税 如果这条准讯 那么新疆本地的商业 民生将遭受致命打击 别人不纳税 那如何与别人竞争呢 2 除原来的伊犁塔城 喀斯嘎尔等地的沙尔领事馆外 还要在科布多 乌里亚苏台 古城 乌鲁木齐 土鲁方 哈密 嘉义官 增设沙尔领事馆 3 沙尔要扩大其通商的范围 通到哪呢 从新疆出发 允许沙尔商人通商通道 西安 汉中 及汉口 4 中俄接览的东北方向 原本中俄双方默认 中俄贸易签定在百里范围 即50公里 50公里其实不潮 顶多就是边境小体量交易 而且当时东北边境 哪有那么多大城市呢 都是一些小城镇 但是现在条约说 允许俄国在松花江上行船 罪员可开是伯都那 伯都那在今天松原市境内 已经靠近今天的长春了 并允许沙尔在松花江沿岸展开贸易 后三条如果施行 则沙尔的领事官 商人将凭借众多的政治经济特权 大局涌入中国内地 抛开对内地经济的摧残打击不说 左宗潘分析 之前俄国之所以不敢深入侵犯我国内地 是因为不知道我国腹地的虚实 一旦这些条件批准 那么我国腹地情况尽在沙尔掌握 将为沙尔内侵奠进基础 这是疑惑无穷的条款 是敌人话中为俄的轨迹 以上就是从后条约的主要内容 简要分析结果就是若执行这个条约 中国名义上收回了一厘九成 但实质上并没有收回 反而还要给沙尔赔款和一大批通商特权 现在实际情况是 顶着头等全权公司并拥有便宜形式的从后 已经在条约上签字画牙了 这个条约 清政府批还是不批呢 若是批无法向国人交代 若是不批作为泱泱大国 答应了又反悔 情理上讲不过去 而且最糟的是一旦毁约 恐怕将与沙尔爆发战争 以清廷现在的军事实力赢得了沙尔吗 事关重大 清廷必须要拿出一个决议了 清廷咨询的对象 一开始限定在朝廷重臣 现在假设我们自己就是光绪或者两宫皇太后 来听听大臣们是怎么建议的 你会觉得谁有道理呢 连安庄总督沈宝珍表示 此上权鲁国条约万不可行 沈宝珍说 即便不批准这个条约 从法理上讲 我们也并非过错方 因为国际法上著名了 死者虽然顶着全权的名头 但是最终拍板权 还是在国家最高领导手上 条约内容 你权权使者从后可以随便去谈 但是执行不执行 在程序上还要等我们皇上皇太后 点头才算数 况且这一次合约上 明明白白写了 此约两国预笔批准后 总理安门王大成一心表示 这样收回一笔还不如不收 因为按照这种条件收回一笔 大家的损失比不收一笔还要大 但现在的世道 是谁拳头硬谁有理 虽然条约上写着 此约两国预笔批准后 但以俄国的一贯形势 必然不肯散罢甘休 就怕沙俄武力威胁 反正是两难之局 三甘总督左中坦的态度很坚决 若借务以同志三年定义外 再许清淡 商务于嘉义关内再与推广 这一关国家将与华民生计者胜大 在截取龙马机会破处时 尤未可轻易及此 省知天为远备 狭耳震 何为必出此下策 以苟安幕前 左中坦建议我们先尽量去谈 能谈下来最好 谈不拢就用武力收复伊林 直立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表示 他完全同意总理衙门的判断 收还不如不收 不过李鸿章的话还没有讲完 他说批准这个条约 雇人会给国家带来深远的打击与危害 但是如果不批准这个条约 打击马上就会降临 危害马上就会显现 届时我们想保持现在的条约 恐怕也做不到了 他说 为此事从后出事 其奉旨给予全权便于行事之欲 不可谓无立约定义之权 若先云后方 齐取在我 我既是伊林 而父居不值之名 为各国所善效 则所是更多 且笔人必以分界修约为辞 实相破处 破处不已 必生兵端 中俄接浪之处约万一里 实属防不胜防 待兵信一开 其所要求 困有谨照现役而不可得者 况日本探听一例消息 以为屈身禁止 若闻俄士不邪 或且世系而动 即英法各国修约 公义因而生兴 是从后锁定俄约 行事却有后患 若不允行 后患更多 李鸿章判断 打仗 我们是打不赢的 中国以萨额 万里接浪 从西北 叶面到东北 这怎么反 所以李鸿章建议 只能在将来换约的时候 尽量再谈一谈 如果谈不下来 新疆的反务 左宗谈必然会有办法 而在通商等事情上 条约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们可以在人事 和制度上做脑筋 尽量限制条约的执行 对于李鸿章的意见 左宗谈表示强烈反对 说不能为了目前的舒适 而牺牲未来 虚虚之余 切已而自窃居 伊犁以来 无日不宜 损终意外为物 取其圣神 此事从后出世 乃是河畔托出 若能以含糊 魔人之界应职 火退而比亦净 罗辅而比亦养 其后患 带弥索子 不仅西北市优业 比游人患 匹快 本非何干 平淡朱耀 所能为功 荣匿 但顾目前 不敢投意 俊丽之计 则匹正已人相忠死 无父望 其有病除 身状之一日 今日中俄之事 何以义死 张之洞的奏折到了 他提出 我们应该在 做好战备的技术上 去和俄国谈判 四川总督 顶宝珍表示 想要和萨尔 重新谈条约很难 萨尔动兵的可能性很大 而英法等西方列强 大概率也不会帮我们 因为西方列强 在中国有利益均章的条款 萨尔拿到了 本次条约的利益 就等于其他立场 也拿到差不多的特权 西方诸国 你这样是有利益 就趋之落伍 所以他们很可能 站在萨尔的立场 一起谴责我们 违约的责任 至于和萨尔开战 这个选项 那就更难了 一旦和萨尔全面开战 那么战场 就不仅仅限定在西北了 北方 东北 东南沿海 心机重弊 都将成为战场 而现在国家兵力 严重不足 财政极端困难 该从哪里找手呢 丁宝珍最后无奈的表示 当下的形势 只有力争和萨尔谈判 多谈会一分 是一分 但要考虑到 萨尔完全不退让的情况 我们现在就应该 充分利用谈判所拖延的时间 迅速整军备战 以免融入谈判破裂 却又毫无耿背的久远镜 好 以上几位观点 大致涵盖了所有的意见 你会倾向谁的道理呢 后来 蜻蜓再度将讨论的范围扩大 整个朝廷都参与其中 其结果是 不批准 赞权辱国条约的呼声 很快占据了上风 蜻蜓所以做出如下决策 一 召会萨尔 从后 维训越权 条约作废 二 从后 赞权卖国 第 斩监后 三 派出英法公使 曾继哲 敢赴圣彼得堡 与沙尔重新谈判 四 全国秘密进入战备状态 大致安排如下 新疆方向 由左中堂 刘景坛 统头调度 征兵固防 监视伊迪沙尔部队动向 乌里亚苏台将军 联络内外蒙古 整军备战 屏蔽沿边 桑西征国权 麾下部队 前出规划 水远方向 李鸿章怀居民一步 征援张交口 屏蔽金师一辈 北洋大臣 李鸿章统头天机 民口大连 烟台本地海防 共卫军师 迅速征兵东北 以奉天为战略驱动核心 并密切注意海生外方向 刘坤一统头上海 台湾厦门等各处海防 好 清政府的回合结束 不知对方会做何反应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